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一号结束当地美国商会的 智慧城市纪委酒会 一走出会场 外头等候多时的媒体 立刻扯开喉咙发问 裴洛西没有回答 媒体提问 立刻坐上车离开 裴洛西亚洲行第一站 造访新加坡 拜会新加坡总统哈利马 和总理李显龙 展开亚洲行之前 裴洛西行人 在7月31号晚间抵达关岛 下游整备的同时 还拜会关岛议员尼古拉斯 接着在8月1号飞抵新加坡 为了表达欢迎 关岛当地还送上花环礼物 裴洛西如火如荼 展开亚洲行 但行程依旧保密到家 国际最关注的 就是她到底来不来台湾 有消息指出 裴洛西可能会在访问 马来西亚后飞往台湾 时间可能是2号晚间 裴洛西可能会在台湾停留一晚 美国官方消息人士指出 裴洛西访台行程将十分低调 并以私人名义造访 而在此同时 美国国防部也指出 正严密监控中国动向 确保裴洛西安全 中国外交部战狼赵立坚一号 在记者会上威胁加动贺 说裴洛西如果敢去台湾 中国一定会有反制措施 为了避免亚洲行声几层冲突 目前所有消息都指出 裴洛西可能会访台 但姿态会尽可能慎重谨慎兼放软 也可能改大民航机来台 给中国留面子 也避免北京当局剥离心碎 这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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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了